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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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就是有飼養雞跟魚的一個原物料的關係 那我們從小其實自己就有在喝低雞精跟低魚精 也很了解這樣的商品其實它是非常天然的 它只是從肌肉當中去萃取它的精華 從魚的當中去萃取它的一個營養 而且它是不增加身體的負擔 又可以消除疲勞補氣 所以我們選擇是一個最天然的東西 來幫助需要的人 本身擁有醫護背景的關係 李小姐了解到病人與家屬的需求 以及醫療人員的辛勞 於是與姐妹一起創立品牌 提供好的低雞精和低魚精 給予需要的人們補充適當的營養精華 雞雞本位的話 就是堅持在雞的一個選擇上面 飼養的天數是除過160天的 並也是以氣做的方式 用當天屠宰的一個新鮮的雞去做製成 那製成的過程當中 其實當天屠宰的它的口感上面是最鮮甜的 而且給消費者的話也是一個最新鮮的一個保證 除了低雞精與低魚精的製作外 還延伸製作牛棒精及牛肉精 讓大眾可以依據自身的需求 選擇適合且需要的商品 那為什麼當時會選擇牛棒精 因為其實有一大群吃素的人 他們也需要營養 那牛棒精其實就是一個很好 能夠幫助這群吃素的人 能夠補充所謂的氨基酸 維生素跟礦物質 那第二個可以幫忙的地方就是 它裡面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一群長時間便秘的病人 這是我當時會開發的一個想法 用心挑選新鮮的原物料外 在包裝上也分成冷凍及常溫兩種 讓大家能以最簡便的方式隔水加熱 或是直接飲用到最精華的營養 因為我MC來的時候會體力比較虛弱一點 然後會很想睡這樣子 那我都是喝積極本胃 然後就是體力上啊精神上就會好很多 這一次手術嘛 好友送來以後的積極本胃低基金 那喝了以後覺得說這個精神啊 或是體力方面恢復得很好 也讓我更加對這個基基金的印象 整個都改觀掉 品牌在醫療體系服務 也強調人員為顧客解說商品的內容 要清楚準確 為的就是讓顧客 能買到真正安全優質的低基金 積極本胃低基金呢 是在醫療通路是非常的久 所以服務的時間也非常的長 目前大台北地區的話 就是台大的兒童醫院 台北的馬街醫院 那如果是新北市就是亞東醫院 更新店更新醫院 這是目前在醫院的同路 那其他的話像婦產科的話 就是愛麗生婦產科 還有三重的惠心 還有基隆的一個王孫兵婦產科 比如說代產的媽媽 那因為她就是在子宮收縮或是代產 比較不舒服的情況下 那她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吃東西 就是沒有辦法補充一點養分 那比較擔心說可能在生產過程中 會就是沒有體力生產 這時候就會建議媽媽就是 喝個積極本胃的低基金 那替她補充一點元氣 至少說吃不下的話 可以補充一點營養成分這樣子 無論是低基金、低魚金、牛棒金 亦或是牛肉金 希望這樣新鮮又方便的生品 可以提供給各個不同族群的人們 讓大家都能得到營養與健康 七級本胃的話 未來期許就是會跟各同路的配合 以及可能會開發一些 針對老人軟性食材的商品的一個製作 這是目前我們對於整個台灣來講 就是因為老人社會 也是非常需要被照顧的一群 因為他們養和都不好 其實也因為這樣吃的東西變少 營養就會流失掉 這是我們七級本胃D基金 對於未來的一個方向跟期許 成功? 九曲維 八章 九曲維 九曲維